我是唐启阳 现在是2017年下半年运势 双子座的朋友 我们只能说辛苦你了 整个上半年 你算是突围而出 在众多的压力 或者是你自己也很恐惧 很担心很害怕 或者是很辛苦才能够操作 很辛苦才能够端出作品的情况下 你的确让我们刮目相看了 或者是让自己又重新的 有发光发热的契机 你自己是不是也松了一口气呢 的确后续的发展如何 我们不敢说 但至少第一张成绩单 我们教得蛮亮眼的 而且有一些双子座 从去年以来应该也谈了 还不错的恋爱 或者是在这个婚恋的市场上 你挺受欢迎的 如果没有也没关系 至少你的人际关系 应该是有比以前更好 因为你自己也比较有自信了 那重点是得到了自信 重新赢回了某一种 你愿意亮相的主导权 那自然会带给你后续 下半年发展的一个 很重要的契机 下半年的发展呢 我们一定要看木星的移动了 木星将从五宫 在十月的时候移动到六宫 所以在职场上 你要预做准备 可能在职场上 你有你如果是老板 你有扩大的可能性 最好的是你能找到很得力的助手 或者是你能够升官 你能够晋升 那再来呢 你也可能会去思考 把你的第二专长 或者是兴趣变成工作的一部分 这绝对会帮你加分 所以我们也不排除 这个转型的可能性 那再来第三个呢 工作会蛮忙碌蛮累的 所以你以为你可以轻松一点吗 不 你又要开始辛苦 又要开始累 但是我想你会累得很开心 在工作当中可以学习 而且可能更投入职场以后 你会跟大家打成一片 那么这个木星 还会预告一件事情 就是你的健康 所以在健康方面 你不能掉以轻心 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 能养生就养生 不养生 或者是一直挥霍你健康的人 在十月之后 这个木星可能就会让你生一个病 提醒你要注意健康的状况 所以养生的课题呢 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下半年最好的运势呢 就是我们可以改变我们的状态 比如说你有没有想要戒烟啊 戒酒啦 或者是想要开始运动啊 想要开始某一项 对于生活的计划 新生活计划 那么下半年应该会风风火火的进行 你可以改变你的生活形态 下半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心象呢 就是木天对分 尤其是在八九月的时候 对于双死座的人来说 人际关系大开 你会认识到非常多的三角九流 那当然这些人 有的很靠谱 有的很厉害 可是也有很多很奇怪的人 他们很可能有时候会莫名其妙 让你吃闭门羹 或有时候呢 会给你一种很难沟通 我是见了鬼了吗 的感觉 不过这也是你跟云云众生 打开关系的一段时期 所以如果你想转职 透过这种人际关系的大开 有时候你会好像进入了万花筒一样 有很多选择 是你以前没想到的 但现在不妨考虑 可以试试看 有时候贵人就是这种奇奇怪怪的人哦 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一下你的守护心 有两次的逆行会带来什么状况呢 逆行呢 一次发生在8月8月13到9月5号 一次发生在12月12月4号到12月23号哦 这两次的逆行呢 其实都跟人际关系有关哦 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口舌是非了 比如说第一次逆行8月的时候 注意一下跟同学之间 可能有一些同学会跟老朋友相见 或者是兄弟姐妹之间 老问题一直拿出来讨论 一直拿出来讲 那这个往好的方向想是我们怀旧回顾 但是往坏的方向想 你一个不小心又得罪人了 或者是在联络方面呢 你要多注意措辞 或者是讯息有没有传达到呢 这个都是要当心 那么在12月的这一次逆行呢 就是在你的婚姻关系 合作关系上了 所以如果有一些伟大不掉的关系 也许那个时候就会开始有后遗症 所以无论如何 合伙也好 或者是婚姻也好 亦或是比较亲近的人际关系 或者是敌人 在这个时候它都会有威力展现 我们在前期就要好好处理好 免得12月遭殃哦 在今年的10月前 而且要死了 他们都在基本星座 牡羊巨蟹天平摩羯 所以传统上来说 今年不会平静的